3月25日上午,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中国广核集团广西防尘港核电站3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并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随着该机组的投产发电,中广核载运核电机组达到27台,载运装机容量达到3056万千瓦时。 防尘港核电项目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首个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一气工程两台机组为CPR1000机组,已于2016年建成投产,累计上网清洁能源电量超1000亿千瓦时。 二气工程三、四号机组采用华龙一号技术,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展开聊聊,作为新一代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到底有多牛?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3月25日,也是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全面建成投运一周年。 中和集团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25号通报,华龙一号示范工程,两台机组累计年发电超200亿度。 社会和环保效应显著,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6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32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1.4亿颗,对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全球首批四台机组全部按期建成投运,国内批量化建设进展顺利,计划中的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能够满足88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 海外多个国家的华龙一号项目正有序推进,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核电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三代核电机型之一。 整体来看,中国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自首台机组发电以来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已经不仅仅是因为理念上的创新,更在于技术功底过硬。 在核电面临一片较衰,不那么看好,纷纷探索可燃兵以及外星球新能源方式,甚至德国接连关闭核电站之际,中国依旧有如此大的核电发展,以下三大优势功不可没。 首先,自然就是贯穿华龙一号机组建设全程的先进成熟技术。 据悉,鉴于以往事故发生的原因基础上,华龙一号针对性地进行了技术创新和技术优化,利用了AP1000、EP2在内的先进核电技术,提高且全面落实的核电装备制造领域的相关要求,采用经验证的成熟技术并做了集成创新,就比如安全壳内热量排除、氢气消除、熔堆控制等等方面都有应用。 其次,主要集中在安全性方面。 华龙一号作为中国自主的第三代核电,安全性属于国际属一属二。 一方面来说,在技术层面的安全性上,克服了以往事故发生的诸多原因,同时,也对核电技术进行新的创新,以保证更高级别的安全。 就比如,采用能动与非能动方式,满足72小时电厂自制要求。 另一方面来说,在选址、构造设计层面上,还体现了一定的安全性。 中国沿海各海区中,渤海、黄海、东海的平均水深都在100米以内,渤海甚至只有20米,距离地震海啸发生要求的水深1000米以上的条件,差距的不是一星半点。 在防水安全上,不仅实现避开自然灾害,还和外部洪水事件结合旋址,还有对洪水设防,因此这一点上大可不必担心。 而就构造设计层面上的安全性体现来说,中国华龙一号能扛17级台风、9级地震,以及商用大飞机的撞击。 自主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先进压水堆,设计过程中采取了对关键系统、设备进行防护,还设置有冗余的安全系统,及其支持配套系统。 且在设计上,这些也都采用了空间隔离方式,因此最大程度上也就保证了核电站的正常运行。 最后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它的经济性、清洁性。 清洁性已然不用过多赘述,但是经济性却值得关注。 据悉,为了提高电厂的经济性,设计目标为电厂的设计寿命高达60年,采用18个月换料方案,设计的可利用率超过90%等等。 据长江电力提供的数据显示,三峡电站2021年发电量为1036.49亿千瓦时,这是继2020年的1118亿千瓦时后第三次突破千亿千瓦时大关。 而单就这一数据来看,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的六台总发电量才600亿千瓦时,算算也仅相当于二分之一个三峡。 那么为何会有人说,三峡某方面与华龙一号相比还要稍训一筹呢? 小编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如果说,非要把这水电和核电领域的两大龙头相比较的话, 华龙一号相较而言,最大的两个优势可能就在于经济性以及发电利用率。 华龙一号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可复制性,它的总建造成本确实最后会比三峡传闻中的2000亿成本高。 但是,华龙一号广受欢迎,国内外订单很多,比如,阿根廷2022年开年,就决定为它投资508.84亿元。 今年2月2日,巴基斯坦举行卡拉奇核电站3号机组K3落成仪式。 至此,中国华龙一号出口巴基斯坦两台百万千瓦石机组在建成投产后正式交付八方。 此外,从发电率方面来说,华龙一号的发电功率是100%满功率,而三峡工程则并非如此。 水量利用系数是通过水轮机的多年平均水量与多年平均来水量的比值,用来衡量水电站对天然浸流利用程度的指标。 据相关数据显示,三峡目前的利用程度仅约90%左右,这意味着和华龙一号的100%满功率相比,三峡水电站也确实要稍迅一筹。 总而言之,两者其实在各自领域都是各有千秋,两者同样也都是国之正气,三峡其实也有华龙一号无法比拟的方面,因此这一问题也不用过多纠结。 虽然现在我们的核电站建设如火如荼,但其实中国的核电站建设起步相当晚。 1991年12月15日,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才正式并网发电。 此时,国际上的核电技术已经发展了将近40年,第三代核电站的概念都已经提出来了。 当然,起步晚也有起步晚的好处,我们的核电站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国际上最成熟可靠的核电技术。 从秦山核电站开始,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电力的巨大需求,我们加快了核电站的建设速度,从国际上各个核电大国引进技术成为当时的潮流。 到2010年左右,我们开始探索第三代核电站技术时,引进的技术具有来自美国西乌电器的AP1000, 来自法国阿海法集团的EP2,来自俄罗斯的VV12系列,来自加拿大的CANDU6。 中国核电一时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国牌,场面堪比建国初期的军队武器系统。 很多人说中国的核电技术来自老美,源头就在这里。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们反而是被不靠谱的老美坑了。 2007年,国电头花了5亿美元,从西乌电器引进了AP1000技术,光技术资料就重达20吨,最后在浙江三门选址建造。 这一项目,最初是中国唯一指定的第三代核电站技术,因为美国当时已经近30年没有建设核电站了, 所以,西乌电器同意转让全套的技术资料,而且我们吸收消化之后的升级版CAP1400,中国将拥有全部的知识产权。 三门核电站还是第一次,由中和、中广和、国电头三大核电巨头共同投资建设,共享技术成果的核电项目。 结果,先是美国的西乌电器对核电站设计进行多次修改,接着,美国的设备供应商又发生主动供应延期的问题, 导致三门核电站从2009年正式开工建设,直到2018年6月30日才并网发电,成为中国建设时间最长的核电站, 甚至比第一座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时间还长。 AP1000的难产,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三代核电站技术路线出现分歧。 时间不等人,大量的第三代核电站建设项目都在嗷嗷待哺,不可能等AP1000技术落地再去建设。 三大核电集团都开始另寻出路,中核集团在引进法国的M310型核电站技术上发展出了ACP1000技术, 中广核则自研论ACPR1000加技术。 至此,中国的核电建设不仅出现了万国牌的现象,还进入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利于我们的核电发展。 最后,在2014年,由国家能源局等有关部门牵头,中核集团与中广核集团开始进行技术融合,统一。 在此基础上,第一座国产第三代核电站华龙一号诞生。 事实证明,自力更生才是核电技术的真正出路。 而如今,华龙一号的成绩更是让全世界望其向背。 好的,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